拜登今天有新民調支持度只有三十六個百分點 那月中 美國內部事實上 很大的核心議題是對通膨的反彈 沒錯 我們看到拜登剛完成這個亞洲型 卻沒有對他的這個聲望有拉抬的作用 因為國內的民眾關心 還是國內的問題 主要當然還是通膨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這就在今天凌晨 也公佈了美國在五月份的利率會議 之後的正式的會議紀錄 大家原本都很擔心 不過出來以後 絕大部分的資訊都是如大家所預期的 譬如說六月七月 大概都會再各升兩碼 之後大概就是以一碼為主 再來就是也承認短時間之內 通膨沒有辦法解決 至於要不要再升更多 那就看後續的經濟的問題 所以這沒有什麼太多的重點 好 所以回到還是看到美國的國內的問題 現在美國就跟歐洲一樣 柴油比汽油貴 以前這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但是現在這個卻變成的常態 尤其是美國的油價還在持續創新高 最新的這個調查 美國的平均汽油 美加倫現在是四點五九六美元 柴油高達五點五七七美元 也就是說一加倫差了快要一塊美元 那其中紐約又是最貴的 紐約的柴油均價來到六點五美元 不過大家看到我這個這個圖表上面的這個特定的地方 甚至有來到汽油一公升一加倫八點五美元 我大概算了一下八點五美元一加倫換算成臺幣 現在會算大概一公升是合臺幣六十六塊錢 我們現在的酒吧最貴的酒吧也不過才三十三塊七 就是臺灣的價錢 對所以也就是說美國這個最貴的地方可能油價是臺灣現在的兩倍 我們以前的概念都覺得美國油很便宜 現在顯然不是這樣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問題當然要想報 等等我補充說明 但是臺灣中油臺電虧很大 沒錯沒錯 就是美國直接反映國際價格 所以它是一個國際行情的公開價格 是是 臺灣因為沒有調漲 但是沒有調漲就是中油跟臺電虧很大 沒錯沒錯 最後還是全民買單 好那我們再看到 所以拜登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想到兩個方法 第一個當然就是繼續釋出戰備出油 如果這件事情確定的話 這就會是第四次 那目前預估的方法就是每天釋出一百萬桶 一共要釋出四千零一十萬桶 不過前面三次都沒有效了 現在還會有效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更霹靂的就是 他要禁止石油出口了 那我查了一下 美國現在以四月份來說 每天平均出口大概是一百四十萬桶 所以少掉一百四十萬桶 大概對國際市場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但是對美國可能本土有影響 剛講到美國油價一直往上漲 可是如果大家看到國際油價 事實上並沒有創新高 因為國際油價這一波的高點 是在三月八號的時候 那既然油價沒有 國際油價沒有創新高 為什麼美國的汽油價格會持續往上飆 大家可以看到我查到這個美國氣柴油的成本 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顏色 最深的就是國際原油的影響 大家有沒有發現汽油占的成本是六成 柴油其實不到五成 所以換句話說影響財油的價格 反而是他自己國內的問題 包含的提煉的成本 行銷跟運送的成本 還有稅金的部分 所以簡單告訴你 油價上漲 美國油價持續創新高 不能怪國際油價 是美國自己本土的成本越來越高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再來看到這幾年美國油價的走勢 大家可以發現這三 裡面各有四條線 三條完整的就是過去三年 每個月的油價變化 最上面紅色這一條線 就是今年以來很明顯的不用多說 光每個月來看都是越來越高 所以這在美國現在油價的變化 那油的問題看完之後 大家更關係的 其實是糧食的問題 因為現在歐盟的這個職位主席 這個馮德文出來說 這個俄羅斯拿糧食當武器 這件事情是更可惡的 因為戰爭的這個威脅 其實就是可能就是烏克蘭的民眾 比較可憐 可是你拿糧食當威脅 這全世界的人都要倒大煤了 那包含了英國的交通大臣 也出來講說 這個糧食的問題 真的是比戰爭還要更要命 好 那就有很多的這個機構 就出來調查了 譬如說很多西方國家的主食的小麥 根據他們的統計 這個小麥的全球的存量庫存 大概只供全世界十週 這是個很可怕的數字 那事實上的這個調查機構 他們說其實不要把事情 都推在這個俄烏戰爭上 俄烏戰爭他的說法就是火上加油 因為今年以來全球性的氣候異常 其實已經讓這些農產品就減產了 那現在的問題當然是更嚴重 所以現在很多國家就開始出現什麼 糧食保護主義 就像剛剛林冠前面一開始 也講現在有十幾二十個國家 都開始禁止糧食出口 我們就以印度來說 本來因為俄烏是很重要的小麥出口國 那印度本來說 我今年的這個小麥收成非常的好 所以我可以補這個 補上這個缺口 可是萬萬沒想到印度今年發生的一百多年來最嚴重的熱浪 之前新聞都看到飆到氣溫五十度 我們知道小麥要比較涼的氣候嘛 所以現在印度從五月十三號起 我小麥不能出口了 我看了一下 本來他們去年預計可以生產七百二十萬噸 今年是一千兩百萬噸是暴增的 可是因為鋼汗的關係 這個產量居然要少掉六成 換句話說今年的產量反而會比去年更少 當然印度要禁止出口 因為當然還是要顧自己 那所以不只是印度的這個小麥禁止出口 印度現在又有一個東西要禁止出口 就是他們的糖 那糖對印度人是非常非常重要 印度的糖的產量是全世界最最多的 以出口量來說是全世界第二多 所以他們現在怕通貨膨脹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要禁止糖的出口